大家好,欢迎回到NHK广东话军事频道节目 《军武器》原来的节目主持Larry 我说这节的《世界浮为消息》 想和大家说说 美国的Youtuber这个侦察机 很早之前在中国气球进入北美事件时 已经发挥了功效,主要在情报侦察上做得相当好 它当时也飞在疑似中国间谍气球上拍照 这个全世界都知道 不过说真的,你拍了相片和相片拿出来公布 是另一回事 所以大家都已经等了很久 期待究竟由U2S Dragon Lady的侦察机拍摄出来的照片 何时可以真实给我们看到 公布上五角大楼一直都没有公布 直至近期,应该是昨天 突然有相片洩露出来 这些照片被我们看到 解像度算是不错的一张照片 给大家看到 就是那个气球大概轮廓是如何 功能上 当然有待其他之后分析 包括我们FBI实验室里面 去研究它有什么零件 有什么成分 有什么镜头 有什么镜头 有什么去吸取各种情报的工具 Anyway,即是昨天出了一张分辨率 都算清,不过不算那么厉害 之后及后官方公布的照片 当然也好很多 所以也部分解读了我们之前的疑惑 包括这个气球究竟有没有自主推进的能力 这个气球本身的偵測信号情报 或其他情报能力是如何 这个气球本身会不会有些自卫能力 以及大家最关心 究竟它会不会作为一个武器使用 所以今天我们都会透过现在现有得出来的情报 我们就作出一些分析 去回答刚才那四个问题 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个Dragon Lady 其实也是全球独步的一个侦察工具 无论是民营或军事上的侦察 都是相当仔细 而且它的升级也对美国情报界来 包括整合、空中、陆地、海上 不同的资产、不同的网络 整合也是一个很大的事分者 当然开始之前 大家首先记得帮助给like CLS就这样了 另外大家也可以帮忙订阅我们的频道 好,那说回新闻 说到最近官方发布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来自Dragon Lady U2的视角 她的角度去影响气球的情况 最神奇的地方 在于她不是用机载的镜头去拍摄 这些是我们经常说的selfie 在机内用自己拍摄的情况去拍摄 如果我们纯粹以这个角度去看 纯粹以这个飞行员 因为它拍到这个偵察机的右眼 右翼的角度就会拍到这个气球 即是用左手去拍摄自拍像的情况 当然这个相当有趣 因为严格来说 这个也不算是官方的 如果需要用到YouTube本身的偵察光电相机去拍摄 那你又不需要这样去拍摄 可以这么说 如果官方发布这张照片 它本身一定有意义 包括就是 如果你将YouTube本身 用他们的偵察机内的光电装置去拍摄那张照片 有很多细节我们会看到的 包括拍摄的像素分解度是多少 然后我们就会从中得知 现在美国军方的偵察能力去到哪里 这绝对不可能会洩露给大众知道 故意洩露出来的信息 当然不会牵涉到美国的最高机密 所以YouTube偵察机的偵察能力如何 暂时仍然是一个迷 但是如果洩露了这张自拍照 说真的 也是让你知道它正在用什么相机 或者它正在用什么器材去拍摄 出来的情报有多少 未必会太清楚 当然大家也曾在地貌上 很多人会立刻拿来做一些卫星的偵察 照片做对比 立刻尝试猜测究竟是什么地方 拍摄到这个影像 从而大概知道当时气球的行径 去到哪里 以及附近还有没有其他器材 拍摄到气球或YouTube同步的情况 但当然我们也曾从这张照片里 得到一些有用的资讯 例如我们首先去看看气球本身 即是它的尺寸大小 从而能够判断得到 它的升空能力 例如它能够升到多高 甚至乎也能够插测到它的武器 或者它下面的间谍 其他器材的载货是有多少 我们从倒影 即是看到这个 黑色这个很明显 就是这架YouTube的飞机的倒影 在倒影上面 你可以看到它的长度 大概是2 而YouTube本身的偵察机 因为它的长度大概是65英尺为准 大概看到它是接近 因为它未去到气球一半 接近是130英尺 即是将65乘2 就是刚刚的半径 我估计它应该再大一点 可能大概是140至150英尺左右 刚刚我们说到 这里十多层楼那么高的座底 都真的差不多十多二十层楼那么高 所以这个气球本身 都是一个相当大的结构 我们能够猜测到 一个这么大的气球 它本身能够携带到 那个承载物 即是它本身的升力 去到几千磅的器材 所以大家会继续留意 就是它下面 就是气球之下下面 究竟它的囚在承载住 是什么 另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间谍气球本身 首先它有没有自我推进的能力 究竟它就像中国外交部所说 它属于一个气象气球 气象气球 就叫做随风摇摆 本身就不会有什么特别的 转向的能力 控制方向 高度等等的能力 原因是因为气象气球 说真的 是一个简单 和科学实验 有它自己设计的 purpose 不需要做些这么昂贵的东西 始终不是军用持久 或者要放很久 气象气球也可能是 数个小时的寿命 但如果我们说到间谍卫星 这个情况会相当不同 我们也拿出一张来自日本拍摄到的 疑似是中国间谍气球的情况 当中如果再用高一点的解像度去分析 你会看到有少少像今次的中国气球 而你也会看到它似乎有一些推进的装置 这张照片因为一个静态 如果你把一条影片播放 你会看到我们圈着两个地方 其实是会有螺旋掌摆动的 所以军武器人会特意为大家圈去这个地方 即是这个地方有螺旋掌驱动 至于今次由Youtube的偵察机上空拍到 为何美国之前都实言实词 说这是中国的 亦是国家美国 这张照片也看到一些端艺 而且你会看到更高清的情况 首先看到太阳栏板 这里就有这个情况 当然太阳栏板也绝对能够 从它反射出来的频率去估计 即是它的功率或财质等等 这些就是后华 我们看到这里 其实白色是一个碟 就是收取直播 大家看到这里 其实是有螺旋掌 这里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好,如果大家看得不清楚 就再搜索近一点点看 不过搜索近了 其实解像度差点 不过大家都会看到的 这个位置 好像一些风扇 平时大家看到的 那些搜索近一点点 这些 这个个 这个,嘴位 大家看到吗 这些四个 好了,不要紧 我就再做些功夫 再圈给大家看 那你会看到 这个地方 这一对 这一对 总共四个 这些善业,即螺旋掌推进器,能够作出方向上的调节,甚至连高度都能够调节 当然它不可能固定是一个转向式的形式去做一个推进 即是在高空上随着气流和小小的力量,可能可以使气球借着风势和气流,推上推下等等的情况都能够做得到 有太阳板提供电力,所以它能够支持的力量应该是会比一般气球为之好 第二个问题要问,究竟这个间谍气球会收什么情报呢? 首先,如果你说光电的情报都不用说了,这个是必定需要 即是它上面一定有很多相机,拍摄了很多地上不同的珍贵情报 说到地上珍贵情报,其实又要看它飞越路线 我们观察它飞越路线,其实它本身也会看到什么呢? 包括它会看到美国一些中西部的州份 它们上面放了很多不同的核导弹的发射井 我们之前也说过这些州份 经过了这些州份,有很多不同的以前古式古香的导弹发射井 不过其实你说它们能够收集到的情报 今时今日是不是仍是特别有用呢? 只能够说,有就好过没有 卫星也会拍到的,不过它们实视 以及在中间附近可以看到一些变化的情况 再下去,其实你会发觉它们还会穿越一些空军基地 例如它穿越了密苏里州,其中我们说到的 淮德曼空军基地,上面会有B2隐形轰炸机 所以上面也能够套取到一些其他的情报 除了我们说的敏感军事基地之外 其实它应该会是除了光电头去收集一些相片之外 信号情报似乎都是它们想搜集的东西 包括不同的军事基地上发出的 包括我们说的无线电的信号 又或者是其他武器发出的电池频道去收集它 我们俗称可能的声闻等等的东西 当然对于辨识,即是空中雷达 或者例如我们说它们的电精机 或者是它们的空中管制或者指挥机等等 来进去收集美军的数据 对情报上来说当然是相当有用的 当然如果你说中国本身有更高的科技 例如它们会有它们的电精机等等 但你不可能派一个中国的电精机 就在美国的领空上面飞 所以既然做不到的话 气球自自然而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 溜入了北美防空司令部 但是它们一定会有猜测到 就是北美防司令部有机会将气球 这些飞行得这么慢的信号 就过滤了这个集信 当了一些集音过了之后 就变成唐而王之进入 这个情况当然就很好处了 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间接气球 有没有可能有这个战场投送武器的能力呢? 就是我们看到中国的内地 其实亦都对气球 即是军事化的用途有很广泛的讨论 就算它们的民间 或者它们的大学 或者它们的军事研究机构 亦都致力去发展一些气球 尝试将它作为情监征 甚至乎真的用来投送武器的能力 我们也看到有些专家说 上面可不可以投放一些 例如我们说 一些高车音速的武器 或者一些导弹等等的武器 障眼听上去就有点好笑 不过如果大家想想 这个气球如果大量偏步在西太平洋附近 然后就叫做守株待兔 有没有机会可以发现附近的微轮艰艇 然后进行攻击呢? 虽然这么说 这个成本究竟是便宜还是贵呢? 是很难说的 但是这种战术的可能性 其实构成都会对美国海军 构成一些潜在风险的 你拿管的上面 是些很便宜还是很贵的飞弹也好 现在突然在你头上 又摆一把刀在这里 就不知它什么时候下来 因为它是气球 可能连我们说平时 美国海军惯常用的一些神盾级的雷达 都未必那么容易偵察到飞行得那么慢 甚至乎是差不多类似正子的空中物体 如果这样的话 当然会对这些军舰 或者附近的一些 supporting用的后勤军舰 都会大力危险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 其实这些架叠气球 有没有一个遥控 或者一个智慧的能力呢? 怎么这么说呢? 因为之前也有很多声音 我们看到其他报纸也有卖的 这些气球 似乎原本不是想飞去美国 原本的路线是想飞去 包括关岛、夏威夷等等的地区 侦测一下海军和空军基地的情况 这就是大家很难理解的 如果中国即将在西太平洋称霸 有很多障碍要跨越 第一个需要跨越台湾这个岛 将它吞併 然后拿出台湾之后 无论在高科技晶片上的能力的大跃进 又或者是人才 或者是深水港 令到它可以冬出太平洋的时候 可以获得深水水域的掩护 无论去攻击日本 攻击美国在第一和第二岛上的基地 都相当轻松 但当然你要跨越的情况 就包括你要将 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基地 你要一覽无为 要知道他们的实时动态 尽量的情报越多越好 所以无论在第一岛链 例如我们说在冲城 或者西南诸岛的地区 或者去到第二岛链 已经说到关岛 天灵岛 甚至乎第三岛链 夏威夷的情况 都是我们相信 它另一个关注点 就是在关岛 现在建设了美国海军的基地 叫做Camp Blast 里面已经可以容许 五千个美国海军陆战队进驻 这个数量当然算是相当庞大的 这个训练也说明了 美国现在对中国的防范很大 他们真的会派他们的拳头部队 海军陆战队进驻 以往就不会有这样的事 但你看到已经第二岛链进驻 即是说有什么事 他们立即会挺进到第一岛链 这批海军陆战队 当然现在正式有一个地方 给他们做操练等等 代表他们重回亚太地区 计算在二战的时候 强占日本的情况 似乎现在又回归到东亚地区 但是气球除了去到关岛附近 之外 其实也有夏威夷出现 很多人也说到 夏威夷附近都试过目击过一次至两次 疑似中国气球出现的事件 也试过拍F22上升空做一个拦截 当时有提及到这些气球 当时在关岛和夏威夷附近 可能他们原本的设计都想着 大概这些地方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任务 谁知道可能随着气流和风向的转变的时候 突然将它吹高了一个地方 然后气流将它带到北美的地区 亦进入了阿拉斯加 甚至乎也进入了加拿大的上空 所以就会引致看到这个情况 进入了北美 继后就有四个气球被击落 你也观察到 究竟这些气球如果有自衛能力 它又会不会在进入美国加拿大之前 将它引爆呢? 如果真的有自衛能力 其实是不是亦都想 就算不刻意进入美国之后 还是想继续观察美国本土的情报 用得不要浪费呢? 所以刚才我们有好几个问题 大家也看到了 其实好几个问题也牵涉到 就是中国和美国在西太平洋里 其实那个争霸 除了牵涉到海军的拳头和实力之外 证监精的能力也是如此重要 亦都看到双方的情报偵察工具不同 亦都令到他们的国情 甚至乎他们用的武器都会有些不同 但是中国可能比较欠缺就是美国这一种 例如我们说U2这一种的偵察机 大家既然看到今次使用U2 就因为它实际上的飞行高度 真的相当理想 气球已经飞得很高 今次发现气球大概在6万英尺附近 6万至6万4 6万5英尺以下 刚刚就是这个 U2偵察机大约7万至8万英尺附近 高峰的偵察刚刚就是它之下 所以你一派到U2偵察机去做 大家就可以做到一个一览无遑的功能 上面亦有很多不同 例如我们说光电的偵察 上面的相机摄录 它的像素当然很厉害 它亦有很多即时的雷达 还有合成空间雷达 观察范围是百多平方公里 相当广阔 在战场上做的偵察 其实亦是十分理想的偵察工具 它的飞行高度也高到 上面的飞行员和一个预航员是没分别的 也是要穿着太空衣在上面 才可以轻松地工作 今次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大家猜中 上面究竟是两架U2 还是上面一架的GU2 即是一个教练机 很有趣的 这架教练机是双座型 后面突出了 为什么它不会像平时那种 串联双座平台 或者我们说 串联了后面就不应该隔出来 因为我们说到 这一种U2的侦察机 它的视野很差 它本身向前看的情况 不是真的看到什么 而你看到它本身的机鼻也相当之长 因为它里面有装很多不同的电子 雷达和侦察 机鼻很长 其实向前看 尤其是向下看的视野是十分之差 所以作为一个教练 如果是真的想 大概知道现在它的整个情况 其实它凸出来一点 就有它的视野 它做instructions的时候 我相信就会更加之好 所以这个TU2 又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机种 所以大家其实也会问 今次究竟是U2还是TU2 拍出来的呢? 会不会就是其中一个去拍 另一个就继续去观察其他东西 包括飞行高度、侦察等等 两个人前后座一起合作 一个就做个selfie 一个就继续去操控这部机的情况 也就是说到 YouTube现在这部侦察机 其实不要看它是1950电视代的出品 它里面的东西都真的换言一身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操控装备 其实已经换上了 螢幕和电子东西 完全跟以往50年代的 一个个移标板完全不同了 但是它牵涉到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 光电、讯号、偵察等等的手段 全部都具备的 还有一个有趣的是 它降落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轮 轮轮轮 所以它会向两边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装置 很有趣 所以它是两边摆 还有前面一定要有一架跑车 在前面接着它 因为它落地的位置太长 真的看不到 前面有一架很快的跑车 真的要快的 通常是Audi 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前面开着路 等你降落 永远都在你前面走 很危险 你一个不觉得 整个人就撒过去 它本身的牌合金 建设是很轻轻的轮轮 所以下降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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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降至高地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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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上降地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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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 政府宣布制裁行動牽涉到六間公司 他們的總部都在北京、廣州等地區、安徽等地區 無論如何,這六間公司牽涉到提供懲監禁能力 令他們窺視到美國的秘密 無論是一些已知的秘密或是大家不知道 都已經侵犯了美國的利益 所以這六間公司這樣被制裁 在某程度上也算是盡有應得 亦很難假裝無辜 就說不知道是中國軍方用來做什麼掙扎 當然你說你背後受到什麼威迫利誘 美國政府也管不了 當然我相信未來會有更多情報走出來 你說拍到氣球更多的東西我相信真的沒有 從這張照片我相信已經暫時有我們應該要看的東西 變成了始終官方拍出來的照片數據 我們這些平民和機構真的無福銷售 所以我們軍務器然也盡我們的努力 用我們的專頁最後為大家解讀 在這個氣球照片裡能夠看得到 暫時中國的軍事偵測能力 好了這一節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支持 包括看廣告 有空可以看我們的playlist 選一些你自己喜歡的話題 慢慢去看也可以 記得多些CLS 亦可以透過輕微的課金 支持打賞一下我們的努力 包括使用Payme 或者轉數快的code 另外亦可以用到YouTube功能 例如Super Chat和Super Thanks的功能 支持我們 當然亦可以考慮長期支持我們 包括訂閱我們的Patreon會員頻道 30多元價錢 可以支持本地軍事平民的發展 我們節目主持Larry 我們在其他世界防衛消息和窩難防衛戰報 再見 拜拜 拜拜